苗栗县投屋消防分队上个月初 接到了一个孕妇求助 那么消防员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这宝宝头已经露出来了 消防员就发挥专业紧急的协助接生 五分钟之后平安出生母女金安 那么父母亲呢就特别的带了新生儿 前往了消防队来感谢 场面相当温馨 可爱的小女娃在妈妈的怀中熟睡 女娃父母带着满满感谢之意 到投屋消防分队感谢消防员及时接生 苗栗县长钟东景也前来感受这份喜悦 今天当然非常恭喜邱先生 他的宝贝女儿叫做邱彩真 这个顺利的让消防队的救护员 把她顺利接生 真的让人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高兴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之前就是有这样类似的经验 对也是有这种迫不及待 跟大家say hello的 所以今天这一次就是看到今天她又回来 就是跟你们说谢谢 会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对啊就是重温当时的这种感动的心情 亲手接生的消防员黄雅慧和满月的女娃 湘建欢 今年一月初投屋消防分队接到孕妇报案 救护人员紧急抵达 但宝宝迫不及待头已经露出来 之前也有过接生经验的黄雅慧 再次当接生婆 女娃平安出生 难忘了生产经验女娃的父母印象深刻 更感谢急救专业 那他们前来这样子帮助你 有没有觉得当下觉得非常安心 有非常的安心 也感谢他们 所以今天是特别带着宝宝回来 对来谢谢他们 然后也让他们可以看看宝宝 我们平常花那么多心血去训练 这些消防队员就是要有本事 那当然我也鼓励我们消防局 我们每年固定给一笔固定的经费 那我们用这个人数慢慢累积的情况下 让将来每个值班的情形 都有一个高级修复员在 所以当碰到紧急 这个尤其是要新费复苏 这个欧卡的人 那个救回来的机会就会很大 苗栗县消防救护专业能力 有目共睹这次更欢喜迎接新生命 县长 消防局长 乡长和消防员们 都写下祝福任务温馨达成